大家好 我这两个星期有这么几个活动 大概向大家汇报一下 在上一周我去维多拉大学 维多拉大学有个项目 叫做国际领导者培养的项目 叫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Program 我去那边搞了个讲座 我谈的东西还是 新西兰跟东亚的关系 因为我认为我在不同场合 反复强调 东亚对新西兰是极为重要的 参与那个项目是一群学生 他们来听课 然后提一些问题 然后在上个周一的时候 我去奥克兰大学 去见了一下我以前工作的地方 就是我的政治系 跟博士生们搞了个座谈 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 我从一个学者 转变成一个议员 这个过程 当然我就跟他讲一下 我当初是怎么想的 以及我现在是怎么想的 我一直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希望能够用这个平台 来做一些事情 尤其是在推动中心关系 推动华社跟主流社会的交流 维护我们华社的权益 等等方面做一些贡献 这些我认为是作为一个 我以前的学者回到了大学 来做一些讲座 跟学生交流的这种事情 我个人感到非常有意思 也很亲切 那么在议会里面 下个星期 事实上我们是要讨论两个 比较重要的议案 就是良性投票 一个是饮酒法改革的议案 还有一个就是同性恋婚姻的议案 这两个议案都是良性投票 最后我们有一部分 议案部分是有良性投票的 所以这个也是 需要我想倾听华社的声音的 为此我在中文宣区报上 登陆个民调 一个调查表 希望大家给我一些反馈 一些意见 我陆陆续续受到一些来信 来讲这些问题 所以我对华社的这个 意向我大致有些了解 所以希望你们今后 在下面一两周继续跟踪 谢谢